王后身着金氏的化福 妖术彩带 势力在你右边 因父及此及善善之名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与你们同在 今天我们纪念圣母元后 圣母玛利亚确实是我们的元后 在家会她有特别的统治权 如果我们承认圣母玛利亚是我们的元后 这样我们表达我们心里面的渴望 我们希望圣母玛利亚会保护我们 会领导我们 不过在承认圣母是我们的元后 这件事方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奉行天主的旨意 圣道里一开始 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 最近有没有奉行天主的旨意 圣主求你垂念我们 因为我们得罪了你 圣主求你大法慈悲 圣主求你祈祢 圣主求你垂念我们 圣主求你垂念 请大家祈祷 天主你曾使你圣子之母 做我们的母亲和天地的缘后 求你使我们扬赖他的专求 将来得胜天国 或想做你子女的荣耀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去圣神永生有望 阿们 公读伊撒尔亚先知书 生活在黑暗中的人民 看见一道好光 住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们 现在也有光辉射在他们身上 你增加了他们的喜庆 你赐给他们极大的欢乐 他们在你面前欢笑 正像人收割农作物时那样欢心 又像人分享战利品时那样踊跃 因为你粉碎了他们所附的枷锁 折断了他们肩上的横幕 摧毁了压迫者的短棍 正像从前在米德阳那天一样 战士所穿发响的靴子 和燃满血迹的战袍 都要被焚毁 要被火焰所吞噬 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诞生了 有一个儿子赐给了我们 他的肩上背着王权 他的名字要称为神奇的谋士 强有力的天主 永远之父和平之王 他的王权是伟大的 达卫的寓作和他王国的平安 是无限的 他将以正义和公平 巩固并保持王国 从现在直到永远 万君上主的决心 必要完成这一切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愿上主的名受赞美 直到永远 愿上主的名受赞美 直到永远 上主的仆人 请同声赞颂 赞颂上主的名 愿上主的名受赞美 从现在直到永远 愿上主的名受赞美 直到永远 从日出到日落 愿上主的名受赞美 上主超越列国万邦 他的光荣 临驾穷仓 愿上主的名受赞美 直到永远 谁能与上主 我们的天主相比 他从高处 俯视诸天和大地 愿上主的名受赞美 直到永远 他把软弱的人 从尘埃里救起 把穷苦人 由粪土中高举 使他与公亲同袭 与民间的近身并坐 愿上主的名受赞美 直到永远 阿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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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福玛利亚 你充满圣宠 主与你同在 你在妇女中应受赞颂 阿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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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雷路 天使加波奉天主差遣,往加利勒亚一座名叫纳扎勒的镇上去,到一位统贞女那里。 他已经跟达卫家族中的一位名叫若瑟的男子订了婚,统贞女的名字叫玛利亚。 天使进去对他说,万福充满恩宠的,上主与你同在,你在女人中当受葬送。 他听了这话,十分惊慌不安,仿佛思索这样的问候有什么意思? 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在天主跟前得了重信,你将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是伟大的,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上主天主,要把他祖先达卫的玉座赐给他,他要为王同志雅各家,直到永远。 他的王权没有钟情。 玛利亚便向天使说,这事怎么能成就呢? 因为我还没有出嫁,天使道夫他说,圣神要降临到你身上,直到者的能力要隐蔽你,因此那要诞生的圣者将成为天主的儿子。 且看,你的亲戚不生育的,在老年也怀了难胎,现在已经是第六个月了。 因为没有一件事是天主做不到的。 玛利亚说,我是上主的婢女,便你所说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吧,天使便离开她去了。 上主的圣言, 请记录我们赞美你。 在今天的读经义,大长永,还有福音,我们不会找到证明圣母玛利亚是冤后的章节,没有。 整个圣经没有说,圣母玛利亚是皇后,都没有提到。 不过今天的读经义,其实有提到,为什么我们称玛利亚为冤后的原因。 圣母玛利亚的统治权是很特别。 跟我们现在看到的,过去的一些国家的,国王的这种权力很不一样。 因为圣母玛利亚的统治权的来源是,她是耶稣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是特别的统治权。 今天的读经,伊萨利亚先知预言耶稣的当生,有一个婴孩为我们当生了,就是耶稣基督。 圣母玛利亚是她的母亲,可是我们从若望福音知道,圣母玛利亚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母亲。 每一个教友的母亲。 每一个教友的母亲。 那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很清楚的纪念,这样的纪念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服从我们的母亲。 每一个孩子应该要服从她自己的母亲。 如果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跟我们的母亲的意见不同,我们还是觉得,应该还是要按照我妈妈说的去做好了。 圣母玛利亚也是我们的母亲。 所以,我们其实不应该反对她,不应该要服从她,聆听她,按照她给我们的建议去生活。 因为圣母玛利亚不会害我们,而且她更清楚我们需要什么。 希望我们今天再一次承认圣母玛利亚是我们的母亲,也是我们的元后。 我们要服从她,也要服从耶稣基督。 今天我们特别要求圣母玛利亚跟我们一起祈祷。 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今天我们特别要求圣母玛利亚跟我们一起祈祷。 使人切都增加你的光荣,帮助福音的传播。 主,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是我们今天的举止。 建议你的执意为众生。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孝爱你。 我们决于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圣名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名的榜样,终身侍奉你。 主,请以你的宠爱募于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生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及妾恩人, 生于教会首长、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求你佩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分身心的安慰者圣神, 庆祝于我们其切信有的心中。 求是我们敬畏及相爱之神。 求是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 求是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求是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主,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捐弃成见,扫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便使作为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求。 我们的天父, 愿您的名授显扬, 愿您的国来临, 愿您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货,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就我们免于羞恶。 阿们。 我们感谢天主他赐给我们天上的很会照顾我们的母亲。 愿主为你们同在。 愿意到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阿们。 圣道礼礼成我们去传播福音吧。 感谢天主。 我们父母后天使之后, 去玛利亚。 爱明天使之后, 去玛利亚。 爱明天使和欢喜, 指定天使和可应。 爱明天使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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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